第381章 黑玉大平原 黑角玉 一块因为混乱 而凝聚 而在嘉南学院之外 构建起来的特殊地狱 虽然大陆上很多人都对 为什么在嘉南学院 这古老而悠久的学院之外 会存在着这么一种 与学院气氛格格不入的混乱地狱 而感到疑惑 不过不管如何 存在便是真理 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种种压制 可那 黑角玉 却依然是在以一种 让人目瞪口呆的速度 成被扩张着 而它所展现出来的 超级小强打不死特性 也是让得那些 有心打压这处地狱的势力 感到无力 黑角玉的范围 极为辽阔 而且在经过这些年的扩张 几乎俨然成为了一个 精卫分明的小国家 只不过与其他帝国 唯一的区别在于 别的帝国有着最高领导人 而这处区域 却是各自为战 种种势力为了自身利益 不断地争夺 杀戮 混乱地犹如一盘散沙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恐怕黑角玉 方才能在这大陆中心位置 越发壮大吧 不然的话 恐怕没有哪方势力 会做看着这个 破坏力惊人的特殊地盘 急速强大 进而对他们造成威胁 不过虽然黑角玉的 混乱文明大陆 可从这里流经的 各种高阶功法 斗技 丹药等等奇物 却是将很多大陆上的 强者吸引了过来 毕竟不管如何 这几种东西 始终是连他们都眼馋的 必备之物 能够得到一卷 比自身所修炼的 更高级的功法 那便是能够让得他们 在强者路途上 更进一步 这般诱惑 对于那些强者来说 无疑是致命的 因此 那黑角玉 就犹如是一个 黑悠悠的无底洞一般 无数奇宝经过各种渠道 流经到此处 然后再以天价拍卖 让得无数人竞相争夺 由于那忽然出现的神秘组织 让那硝烟原本有些松散的心 再度绷紧了起来 虽然如今 他还未曾被那神秘组织 发现明确行迹 但只要一想起 是有种如芒慈悲的寒意 在这吕莹莹笼罩 心灵的寒意驱使下 硝烟也是终于明白 那种悠闲平淡的生活 对自己来说 实在是太过奢侈 如今他所背负之事太多 父亲的失踪 神秘组织对要老的追杀 这种种谜团 都是犹如扑面而来的黑暗一般 让得硝烟 再不敢分出半点心思 去想什么休息 想要打破这些谜团 那么他 便是需要强大的实力 而硝烟也清楚 他的实力来源 并非是正常的修炼 而是那些存在于 天地间的神奇异火 虽然这种举动危险且疯狂 可对于拥有焚绝的硝烟来说 无疑是成为强者的最快捷径 为了尽快增强自己实力 并且让得在那神秘组织 找上前来使有 能够与他们相对抗的实力 那么硝烟便是需要 以最快的速度 将迦南学院的陨落心炎弄到手 时间又是变得紧迫起来了 略有微昏尘的天空上 一道人影闪电般的飞绿而过 硝烟低头瞥了一眼 下方急速后退的树木 苦笑着喃喃道 自从当日要老 再告知了一些 关于那个神秘组织的事情 与目的之后 硝烟便是放弃了 那打算一路游历 去嘉南学院的念头 直接是开启了紫云意 然后日夜兼程地 沿着地图路线 对着黑角域飞绿而去 加码帝国与黑角域间 间隔距离极为辽阔 期间要穿过好几个小国家 然后才能到达黑角域的边缘 这般遥远距离 若是让人步行 或者骑乘马车的话 没有个三五月 甚至半年时间 恐怕是还真到不了目的地 而且 这还是在沿途通畅的前提下 毕竟在这些小国家的领域中 不可能像是在 加码帝国中那般平静 因为地势 或者国力的种种原因 这些地方几乎每天 都是有着争斗 各种拥兵团 为了立一大混战 而且 哪一天实在没钱花了 这些拥兵团 还会摇身 直接变成臭名昭著的强盗团 凡是被他们所遇见的伤队 只要护卫力量不是很强 恐怕直接会被财物连同着女人 被抢个金光 最后落个凄惨结局 而硝烟使用紫云翼代步 虽然对斗气消耗极为庞大 不过好在有先前炼制好的回气单支持 再加上已经进化成 玄机终极的焚绝功法 两者的共同协作下 倒是勉强能够支持 硝烟长途飞行 只不过每隔两天时间 他便是需要落下地面 来进行一次长达一天的深层修炼 以此来回复 那经过长时间飞行 而近乎麻木的肌肉与精神 而在这般拼尽全力的赶路下 那若是悠闲历练 至少需要半年甚至更多时间 方才能到达的黑角域 却是生生被硝烟 强行缩减了将近十几倍 在硝烟使用紫云翼 飞行了将近十天时间左右时 下方那千篇一律的重重山巒 忽然变得疏密起来 他略微愣了愣 旋即抬头 目光扫向远方 却是瞧见在那视线的尽头处 漆黑色的平原 犹如一道黑线般 将外面与里面的世界 完全地分割了开来 这是黑玉大平原 望着那在视线中 逐渐扩大化的黑线 硝烟那满是疲倦 与封尘的脸庞猛然间 变得精神抖擞了起来 一抹如是重负的笑容 由嘴角扩散而出 按照地图所指 这黑玉大平原 便是黑角玉的门户 只要踏入这里 那么便是进入了那个 与外面格格不入的混乱世界 终于到了 使劲地揉了揉大大的黑眼圈 硝烟缓缓降下了身形 虽然黑角玉近在眼前 可她并没有立刻选择 便是进入其中 既然连要老都 反复与她强调 那个地方的混乱 那她觉得 以自己现在 这副疲惫状态 进入那个危险四步的环境中 似乎并算不得上明智 先回复一下状态吧 虽然这十天赶路极为辛苦 不过这对你 也是好处不小 体内斗气 正是要在这般不断消耗之中 方才能够快速增强 要老的声音 此时也是在心中响起 嗯 硝烟微微点头 身体缓缓降落在一处山林间 迅速探知了一番 在并未发现 有任何人受气息后 方才放下心来 寻了一处隐蔽之锁 盘膝而坐 取出一枚回气丹 然后塞进嘴中 手中硬结结冻 眼眸微闭 随着硝烟进入修炼状态 淡淡的能量波动 开始自其体内渗透而出 一股若隐若现的吸力 将周身空间中的能量 迅速吸进体内 然后经过炼化 灌注进入气穴内 那可因为斗气消耗 而略微有些暗淡的斗精之中 安静的修炼 足足持续了将近大半个下午的时间 消炎周身那淡淡的能量波动 方才逐渐减弱 直至最后的完全消散 紧闭的睫毛 轻轻颤抖了几下 旋即缓缓睁开 漆黑眸中 青色火焰一闪而逝 嘴巴微张 一口竟然略微泛着黑色的灼气 被吐了出来 黑气灼气 缓缓盘旋而起 凡是与之接触的树叶 都是会在寝刻间 被腐蚀成虚无 那不满疲惫的脸庞 在吐出一口有些诡异的黑气后 也是在此刻完全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那淡淡的温欲光芒 消炎抬头皱眉地望着 那道生疼而起的淡淡黑气 眼眸微眯 忽然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右手的中指 只见那根本来修长白皙的手指 却是再度变得漆黑如墨 极为诡异 这 烙毒 还以为它自动消散了呢 原来竟然是一直在潜伏 瞧得那已经很久 没有再出现的黑指 消炎不由地苦笑了一声 这东西若是解决得好 恐怕会是你以后 对敌的一个奇招 相反 若是处理得不好 那则是个大麻烦 这种毒素经过变异后 对很多解毒的药 都是有了抗性 破坏力惊燃 药老的声音中 略有些凝重 消炎无奈地点了点头 甩了甩手指 那黑色正在迅速变淡 片刻后 便是完全消失 奈附模样 就犹如是躲进了 某些消炎 察觉不到的隐蔽地方一般 若不是为了得到 七换清零弦 帮助老师灵魂苏醒 我倒也不想去帮那个老家伙 说的承诺跟放屁一样 嘿嘿 果然是个老奸巨华的人物 消炎站起身来 忽然冷笑道 她在替那拦截 完全驱逐了毒素后 那老家伙 一副感恩戴德的模样 可后来呢 眼见自己被云蓝宗追杀 却是没有半点动静 呼 也不说那个扫兴的老家伙了 老师 我们这就进入黑角域 消炎甩了甩头 站在山巅上 望着远处的黑色大平原 道 嗯 要老点了点头 玄机提醒道 在黑角域中 尽量少使用紫云翼 飞行斗技可是稀罕货 而且还能被人强行夺走 若是遇见什么强者 恐怕会贪婪兴起 杀人越祸 嗯 消炎一愣 半晌后 方才苦笑道 看来这该死的地方 还真的是乱得没边啊 至少在加玛帝国 那些强者 也还有着一些傲气 动手抢夺之士 倒是很少见到 可这里 貌似跟吃家常便饭 一般随意 哈哈 不这样的话 这黑角域 又怎又资格称的 上大陆上最混乱的区域 要老大笑道 好了 小家伙 走吧 虽然这里面危险且混乱 可好东西 也是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你不是要替那个海伯东 收集炼制父子灵丹的药材吗 这里面 绝对能够找气 那自然是好 文言 消炎小喜了一下 对于海伯东 在加玛帝国鼎力相助的恩情 他一直铭记在心 对于亏欠的那父子灵丹 也是消炎心中的一个结 如今能得到材料 倒是让得他松了一口气 将所有东西整理好 巨大的玄重尺 也是插在了身后 消炎扭了扭脖子 脚掌猛地一塌地面 随着一道能量炸 想从脚底传出消炎的身形 犹如那离弦剑之一般 化为一道黑影 对着漆黑的大草原奔驰而去 嘿 黑角月 我倒是要看看 你真能乱成何种模样 第382章 不需要慈悲的混乱地狱 一望无际的平原 放眼望去 近视单调的黑色 映衬着那略微有些昏暗的天空 一股压抑并且令人心情烦躁的气氛 缭绕在平原之上 在这种有些诡异的地方 也难怪会滋生出那些混乱规则 安静的平原上 一道黑影忽然自远处飙射而来 黑影速度极为快捷 闪略间犹如瞬意一般 只不过每一次落脚时 都会带起一道犹如闷雷般的乍响 乍响成连衣状 在平原之上扩散开来 最后逐渐远去 全速奔跑中 人影忽然微微抬了抬头 露出一张清秀的年轻脸庞 正是那风尘仆仆地 从千里之外赶过来的消炎 此时的她 正皱着眉头 望着那空旷的平原 低声喃喃道 这该死的地方 真是让人压抑 不过为什么进入平原这么久 都未曾见到半个人影 继续往前走吧 我想那海波东 应该也并未来过这里 因此她给的地图 也没有黑玉大平原的确切路线 现在只能进入平原上的一些小镇 然后再购买一张此处的地图了 要劳也是有些不太确定的道 她对这里同样不是很熟悉 只是听说了一些而已 嗯 无奈地点了点头 小炎只得继续埋头苦感 对了 小家伙 再提醒一下 在这黑角狱中 不要有过多的怜悯心 那东西在这里 是被抛进臭水沟的玩意 有了没有半点好处 反而是会将你拖进泥潭 药老忽然再度出声提醒道 杀鸡儆猴 是这里最有效的手段 消炎淡淡地笑了笑 道 老师 我不是什么烂好人 也并不是什么 以慈悲为怀的圣人 那些拯救天下苦难的伟大事情 还轮不到我去做 我只想让他自己强大 然后保护我该保护的人 其他的 我没心情 也没资格去管 这是在黑角狱生存的最好心态 文言 要老笑了笑 倒是松了一口气 他同样 希望自己的学生 不会是那种心词手软的圣人 因为他知道 那种人 是最活不长的 与其成为短命的圣人 那他更希望 消炎是一个为了保护该保护的人 而选择心狠手辣 并且不择手段的消雄 轻吐了一口气 消炎再度埋头前冲 而在继续奔驰了将近半个小时后 那视线之内 终于是隐隐出现了一个小黑点 随着越加接近 小黑点逐渐扩大 星星点点的白色帐篷 出现在了消炎视野之内 原来是一个小型的部落 望着那隐隐从中 传来人声的帐篷 消炎心中松了一口气 脚尖轻点地面 身形犹如一抹黑影般 闪电般地 对着那小部落奔略而去 奔略了将近两三分钟后 部落终于是完全出现在了消炎眼中 他逐渐放缓身形 然后缓缓对着那部落 大门处走去 这般近距离接触 消炎目光四处扫了扫 发现这个部落 其实也并不小 其中连绵而起的大小帐篷 起码也有将近百顶 而从其中不断响起的喧闹声来看 里面人气貌似还不错 缓步走进部落大门处 消炎脸色忽然微变 脚步猛地后退了一步 一只长剑忽然破空而来 狠狠地插在他面前的草地上 从那不断摆动的剑尾可以看出 这放剑之人 定然是没有什么留人活口的打算 在消炎躲开长剑后 不远处的部落栅栏处 响起了一道滴滴的惊疑声 在下只是路过之处 想要补给一下而已 阁下这是什么意思 消炎冷冷地瞥了一眼栅栏某处 冷喝道 七 难道你是财经黑角域的菜鸟 竟然连进入部落前 要先在百米之外 给陆宫的规矩都不知道 一道人隐约上栅栏 听得消炎这番问话 先是一愣 玄机似是明白了什么 眉头一挑 眼中却是快速地闪过一抹诡异神色 消炎眉头一皱 陆宫 五百金币 快点 别磨磨叽叽了 浪费大爷时间 你不要给我说 你连陆宫的钱都交不出来 瞧得消炎迟疑模样 那名男子眼中的诡异更盛 声音反而放缓了一点 催促道 真是奇怪的规矩 心中松了一口气 消炎手掌一番 一袋金币出现在手中 然后对着男子丢了过去 后者赶忙接过 细细地数了一遍后 方才手一挥 声音干巴巴地喝道 开门 听得这声音 部落那扇破烂的木门 顿时嘎吱嘎吱地打了开来 露出了里面的街道 以及来往的人流 进来吧 菜鸟家伙 咧嘴笑了一声 那名干兽男子 笑眯眯的道 眉头微微皱了皱 果然正如要老所说 这黑角域 没多少正常人 他手掌握了一下 肩膀处的持柄 然后心中加了一些警惕 缓缓走向大门 一步跨了进去 进入部落 那由帐篷所组成的街道 出现在了眼中 在帐篷之外 摆着各种各样的摊 其上面也是摆放着 稀奇古怪的东西 此时 在那街道上 也有着不少手持兵器的人 正在四处晃悠 先找找有没地图出售吧 心中念叨了一句 硝烟刚欲进入街道 面前人影一闪 旋即三个手持 明晃晃刀刃的男子 便是一脸阴森笑容的 将路拦了下来 嘿 我说刚来黑角域的年轻菜鸟 今天我来教教你 一条黑角域的规矩 那便是 不要轻易让人看出 你是刚进这里的菜鸟 难听的喇叭笑声 在身后响起 硝烟回头一看 先前那射箭的干兽男子 正手持弓箭 而弓上的利箭 咬指着硝烟 把你身上的东西交出来吧 钱啊 武器啊 或者其他的全部东西 都给我交出来 我万一心情好的话 或许会只留你一条手臂 给你当做错失的代价 干兽男子咧嘴笑道 不愧是黑角域 只不过可惜 一群蚂蚱再如何蹦打 也始终只是蚂蚱 硝烟目光扫过面前的街道 此时街道上的人群 也是发现了这边的事情 不过却并没有一个人出来 替硝烟解围 反而倒是一个个抱着膀子 满脸戏血 犹如看戏一般 小家伙 这亲身体验了一下 总算明白了吧 那家伙说的没错 在黑角域中 不要让任何人看清你的底细来路 在这里没有什么好人 所以 也别指望那些 围观者会出来帮忙 他们没有落井下石地 过来砍你几刀 已经算是很正常的了 药老的声音 在硝烟心中响起 硝烟微微点了点头 手掌缓缓握上 悬重吃饼 瞧得硝烟的举动 那挡在他面前的三人 顿时脸色一寒 也不说什么废话 手中利刃 直接对着前者脖子 狠狠地砍了下来 下手颇为很辣 砰 砰 砰 利刃还未到达目标身上 一道黑影骤然闪过 三人 阴含脸色瞬间惨白 身体犹如被锯锤砸中一般 猛地被砸进了后面的帐篷中 鲜血将白色帐篷 染得颇为刺眼 混蛋 电光火时间 三名同伴便是兽重创 那明干兽男子 眼中闪过一抹惊恐与狠意 手中弓弦刚欲松动 一道黑影 骤然出现在其身后 森然的低语 轻声响起 以后动手前 最好分辨清楚双方的差距 不过我想 或许并没有下一次了 扑吃 话音落下 黑尺重重砸在男子后背之上 顿时 一口鲜血 夹杂着被距离震碎的内脏 喷了出来 脸色淡漠地望着那软倒而下的人 硝烟反手将弦重尺插在后背上 然后缓步行进街道 而瞧得他的近来 那些原本满脸细血的人群 在略微呆滞了一瞬后 都是赶忙收好表情 任由那道人影 带着许些血腥味 从面前飘然而过 在硝烟缓缓消失在街道转角时 这里的人群方才恢复热闹 他们笑着望了一眼 那栽到在大门处的尸体 眼中也没什么怜悯 只是嘖嘖赞叹道 嘿 这个年轻人真是够狠辣的 下手干脆利落 杀起人来 竟然没有半点迟疑 够爷们 看来他能在黑角域 活得挺舒畅的 此时的硝烟 自然是不知道 由于他那狠辣的手段 却是赢得了这般高的评价 看来 要老所说之花话 果然不假 硝烟在沿着这几条 并不算太长的街道 悉数找了个变后 却是失望地发现 这个小部落 竟然是没有地图可卖 郁闷地摇了摇头 就在他打算找个人 问下大致的路线时 一道略微肥胖的人影 忽然出现在他面前 满脸笑容 这位先生 是在购买地图吧 先前我看你一路问过来 胖子在硝烟皱眉之前 笑眯眯地道 你有 硝烟斜瞥了一眼 这个陌生胖子 淡淡地道 我是行走在 黑玉大平原上的商人 自然是必须携带 最精细的地图 胖子笑道 价格 硝烟的声音 依然没有半点波动 在这黑角域 没有免费的午餐 哼 说句实话给先生听 在黑玉大平原 就算你是拥有地图 那也难以找到正确的目的地 因为平原上 时不时地会出现 遮天蔽玉的黑风暴 这种时候 地图则是没了用 只有那些经验老道的人 才能顺利走出黑风暴 不过我想 先生出来乍到 应该并没这种经验吧 胖子摇了摇头 笑道 我也不与你拐弯抹角 先前你在部落门口时 见你实力不错 因此才是想聘请你 为我商队的护卫 如果你的目的地 是想穿过黑玉大平原 进入内部黑角域的话 倒是能够与我同行 不过 为了作为带你走出 大平原的报酬 你则是需要在我商队 遇到麻烦时 出一点力 如何 文言 硝烟眉头微皱 在心中谨慎地问道 老师 真如他所说 啊 黑玉大平原 的确是以黑风暴著称 经验不强的人 倒还真会迷失方向 据说当年一个倒霉的家伙 便是在黑风暴中赶路 结果绕着大平原 转了大半的圈 活活给累死了去 要老迟疑了一下 道 要穿过黑玉大平原 与经验丰富的商队同行 倒是的确能省去很多麻烦 哼哼 我们商队的 目的地是黑角域内部的黑映城 那里后天便是要举行 一年一届的拍卖大会 所以我需要加强护卫力量 抓紧时间赶过去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找一个不熟悉的人来 胖子笑了笑 对自己这有些貌似的举动 做了解释 拍卖大会 听得这名字 硝烟心头略微移动 黑角域中 最吸引人的 便是那些令人择舌的奇物 每一次的拍卖会 都是会吸引的无数人竞相争夺 心中再度沉吟了一会 硝烟也就不再迟疑 点了点头 合作愉快 你可以叫我多马 瞧得硝烟点头 胖子顿时松了一口气 笑眯眯对着硝烟伸出手来 药言随意地握了一下 对方那肥胖的手掌 硝烟淡淡地道 第383章 黑榜 黑风暴 漆黑的大平原之上 一只车队 带起一缕淡淡的黄尘 旋即奔驰而过 最后消失在视线尽头 略微有些颠簸的车内 硝烟盘盘息而坐 在他的面前 便是那位叫做多马的商队主持人 这只商队的护卫 也的确如同他所说 并不是很强 其中最强的一人 似乎实力也就在五星斗尸左右 当然 作为原本便被多马聘请为的护卫长 那个家伙自然是对忽然加入的硝烟 有些不喜 不过在赶路中 某一次被硝烟不小心 一掌给轰下了马车后 他倒是变得老实了许多 而也正因为那一掌 多马对硝烟的热情 则更是变得殷切了许多 以至于后来 甚至直接将他请进了马车 好生招待 毕竟 在这种处处有着背景的危险下 车队里 有着一名强者坐镇的话 倒真是 能让的人安心不少 此时的多马 正从怀中掏出一卷有些发黄的地图 在面前的桌子上缓缓摊开 手指指着一处红点 笑眯眯地道 这里便是我们的目标地 黑映城 按照我们的速度 应该能在明天下午到达 硝烟目光紧紧地盯在那张泛黄的地图上 视线在那个黑映城的小点上停留了一会 然后便是 顺着一条路线 缓缓沿上 最后看见了 处于中心位置的一颗蓝色星辰 这里应该就是嘉南学院吧 目光瞥了一眼那蓝色星辰 硝烟脸旁没有丝毫变动 随意地问道 嗯 那就是文明斗技大陆的嘉南学院 我女儿便是在其中 多马点了点头 提起他女儿时 那张肥胖的脸旁有着许些自豪 硝烟默默地点了点头 将那条路线牢牢地记在心中 然后目光再度扫向嘉南学院外围的黑色区域 那些黑色区域 被分割成好些个大小不一的板块 现在的黑角域 基本上已经被一些强大势力所瓜分完毕 虽然彼此间依然还是在为地盘的争夺 而不断厮杀 可短时间内 变化应该不会是很大 瞧得硝烟的目光 身为商人的多马 自然是明白她的一些疑惑 虽然她也能够猜到 硝烟应该是出进黑角域不久的新人 可精明的她 却是丝毫没有说出来 反而是微笑着解释道 我们所要去的黑映城 便是属于巴扇门所管辖 这个巴扇门 是黑角域的老牌势力 实力极强 据说他们的首领员一 实力更是能够排进黑角域黑榜前十 而这一次黑映城的拍卖大会 则是他们巴扇门所主持 多马手指在黑映城周边一带 画了一个小圆圈 笑着道 黑榜 陌生的词语 让得硝烟略微愣了愣 低声喃喃道 呵 这黑榜便是和一些帝国的强者排名榜 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 这里的黑榜竞争力 却是远远超出那些帝国的强者榜 因为仅仅是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中 黑榜中的最后三位 便是直接被取而代之 据说那被取代的三位 可也是斗王级别的强者啊 多马摇了摇头 惊叹得道 哦 闻言 萧炎有些动容 要知道 加马帝国的那十大强者 几乎至少是要将近十年 才会出现轮换更迭 而在这里 即使是斗王强者 都是被淘汰的这般快 难以想象 那股竞争力 是如何残酷 那黑榜排名前几的 又是哪些人 实力如何 萧炎轻声问道 声音中略有些好奇 排名第一以及第二的 倒是因为太过神秘 而导致很少人见过 所以我也知之不深 不过那第三位的 倒是个了不得的强者 据说实力早已在斗王巅峰 并且还极为精通炼药术 堪称是黑角玉炼丹第一人 因此 大多人都敬称之为药皇 多马陈吟道 药皇 这外号 倒也真是挺有分量的 萧炎淡淡笑了笑 道 他真名叫什么 嗯 我想想 好像 是叫做寒风吧 多马烧了烧脑袋 笑着道 吃 就在多马此话落下之后 萧炎那隐藏在袖间的手指 猛然一阵剧烈颤抖 手指处的那枚黑色戒指上 竟然是忍不住地爆发出了许些森白火焰 最后导致那手指锤落出的车板 直接被高温烧穿了一个小洞 戒指突然间的变化 也是让了萧炎脸色微变 不过好在 有着袖子的遮掩 因此 对面的多马道 也是没有发现这变故 老师 您怎么了 萧炎手指轻轻抚摸着漆黑戒指 心中低声道 先前戒指的异动 很明显 是因为其中的耀老情绪 骤然暴动的因故 萧炎的问话 并没有得到回答 此时的耀老 就犹如完全沉寂了下去一般 感受着耀老的完全沉寂 萧炎也明智地没有在追问 只不过 心里却是将那个名为韩风的名字 给牢牢地记了起来 这个人 或许是跟以前的耀老 有着颇大的关联 耀炎先生 你没事吧 瞧得脸色忽然变化的萧炎 对面的多马 不由得有些忐忑的道 没事 笑了笑 萧炎刚欲说话 却是忽然发现 马车外面骚动了起来 一道道惊呼声 传进马车 所有人注意 黑风暴要来了 赶紧准备停车 主要不要分散 免得迷失了方向 黑风暴 真是倒霉 果然又遇见了 听到外面的惊呼声 多马脸色微变 不过倒也并非极为恐慌 对着萧炎道 耀炎先生 我们先下车吧 只要做好防护 这种并不算太大的黑风暴 多大的危险 点了点头 萧炎掀开车帘 跳了下去 抬头望了望 发现十几分钟前 还是晴朗的天空 现在却是被诡异的黑雾 遮掩了整个天际 目光朝前方望去 视线却是被阻碍得厉害 现在他方才知道 为什么多马会说 若是遇见黑风暴 就算是有地图 那也是无济于事 哼 耀炎先生 不用担心 我感受了一下风向 并不是很大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多马在萧炎身旁笑道 黑风暴虽然是黑玉大平原 最令人郁闷的天后 不过与那些残暴的黑匪相比 却是要好许多 至少 遇见黑风暴运气好点 还能保住性命 可遇见那成千上万的黑匪大军时 恐怕就只能束手待毙了呀 萧炎微微点头 刚欲说点什么 却是发现 本就昏暗的天色 煞时间没有半点预兆的 完全黑暗了下来 旋即不久 呼啸的狂风 猛然自天空席卷而下 顿时 一些体型稍弱的人 身体被狂风吹拂得有些摆动了起来 害得他们赶紧抓住身旁的一切物体 黑色狂风 自黑压压的天空上席卷而下 犹如张开聚嘴的恶魔一般 吞噬一切所遇见的东西 互相连在一起的车队 被摆成首尾相接的原形 众人躲在其中 手中的武器 死死插进地面中 将自己的身体 犹如钉子一般固定下来 不见五指的黑暗 笼罩着所有人 在呼啸风声中 谁也感觉不到 自己身旁 是否有着人的存在 伴跪在地面上 硝烟将悬中尺 狠狠地插进地面中 然后身体躲在宽大的齿身后 听得狂风吹在齿身上 响起的噼里啪啦声音 他脸色也是略微有些变化 没想到这所谓的黑风暴 竟然强到这般地步 而这还是多马口中 所说的小型风暴 若是遇见再大点的 那岂不是能直接 把人给卷走了 黑暗与狂风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时间 隐隐间 黑暗中的硝烟 忽然皱了皱眉头 转头将视线 瞥向一个 不知道方向的地索 那里 似乎有着许些 诡异红芒闪动 并且还隐约 伴随着模糊声音传来 眨了眨眼睛 感受着周围 那似乎有着 减弱趋向的狂风 硝烟迟迟了半晌 忽然半弯着身子 对着那隐约红芒处 悄悄移了过去 移动似乎在黑暗中 持续了几分钟时间 那诡异红芒 终于是出现在了 硝烟视线内 借助着那微弱鸿芒 硝烟有些愕然地发现 那放着红色光芒体的 竟然好像 是一个有些虚幻的人形 只不过看其飘荡模样 怎么 和药老出现时 有些差不多 咦 这个家伙竟然也是个灵魂铁 只不过似乎挺弱 斗灵级变 不对 有什么东西隐藏在黑暗中 小家伙 千万不要动 木然间 一直陷入沉寂的药老 忽然似是 发现了什么 急忙喊道 文言 硝烟一愣 身体豁得趴在地面 连大气都是不敢出 你们究竟是谁 为什么追杀于我 我似乎从没与你们有过结怨 红色灵魂体 在狂风中忽摇忽摆 此时的他 正面对着黑暗 脸庞上有些扭曲与恐惧 结结 黑暗中 忽然响起一阵 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旋即一道黑色锁链猛地 自黑暗中暴射而出 犹如黑蛇一般 极为灵活地 缠上了红色灵魂体 滋滋 那宛如是由一种极为诡异的能量 所凝聚而成的能量锁链 刚刚沾上红色灵魂体 一阵阵白烟 便是从后者体内渗透而出 旋即凄厉的惨叫声 响彻而起 不过不管他如何挣扎 最后甚至是召唤出了一种红色火焰 可却依然是 拿那黑色锁链 没有半点办法 以至于后者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灵魂越来越微弱 最后被锁链吐出一道黑光 包裹而尽 姐姐 管你生前有多风光强横 可只要成为了灵魂体 便是我魂殿的捕猎目标 难听的笑声 逐渐在黑暗中远去 直至最后的完全消散 黑暗的草丛中 硝烟几乎完全屏蔽了呼吸 冷汗打湿了衣衫 她没想到 在这黑风暴中 竟然会遇见那个追杀要老的神秘组织 并且最让那硝烟感到震撼的 还是先前神秘人连身形都未露出来 一个斗灵级别的灵魂体 便是没有丝毫反抗力地被捕捉 这种力量 未免太恐怖了吧 第384章 黑映成 趴在草丛中 四周的狂风呼啸作响 黑暗中 硝烟再不敢移动半点身体 生怕那隐藏在黑暗中 神秘东西未曾远去 然后忽然抱起杀人 黑暗中 没有时间概念 就在硝烟心中 略微泛起一丝淡淡的烦躁时 一缕微弱的阳光 却是忽然照射进入黑暗中 那场景 就犹如一个没有丝毫漏缝的鸡蛋 被轻轻敲裂开来一般 温暖的阳光 驱逐了其中的黑暗 随着第一缕阳光出现后 一道道阳光 开始倾洒而尽 而那呼呼作响的狂风 也是缓缓减弱 直至最后的消散 望着略微放明的天空 硝烟心中这才松了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爬起身来 目光四处望了望 旋即在几百米之外 看见了那个已经在整顿的商队 当下赶忙脉动步伐 对着那边持绿而去 当硝烟快要接近商队时 便是看见了多玛那欣喜的胖脸 耀岩先生 你没事吧 先前找不到你人 可把我给急的 多玛快不赢了上来 松着气道 没事 刚才不小心被刮走了一段路程 瞧得多玛脸旁上的欣喜 硝烟微笑着摇了摇头 虽然这个胖子 是因为他的实力 而才这般焦虑 可至少与黑角域某些人相比 他还算是比较正常的了 被刮走了 那耀岩先生可真是好运 若是换个倒霉点的 定然是要迷失在大平原上了 文言 多玛有些庆幸地笑道 耀岩先生先进马车吧 我整理一下被吹散的货物 然后继续上路 点了点头 硝烟望着 那已经开始整顿东西的商队 也不再说什么 再度钻进了马车内 然后盘膝而坐 心中却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低垂的眼眸中 一抹震撼依然还残存着 心中喃喃道 那就是魂殿的实力吗 果然可怕呀 嗯 不过也并非是完全你所见那般 我上次便说过 魂殿有着 专门对付灵魂体的手段 而且 灵魂体也并不能使用斗气 一些拥有奇异火焰 并且将之恋制成了本命火焰的 灵魂体倒是要好一些 当初与魂殿的人相遇 我便是凭借古灵冷火 方才顺利逃脱 不然的话 恐怕下场也就和你刚才所见那家伙差不多 要老的声音 缓缓响起 他们所使用的攻击方式 我觉得 似乎 脱离了斗技 斗技的范畴 想起那诡异的黑色锁链 消炎略微有些迟疑的道 因为他也知道 灵魂体虽然不能使用斗气 可也同样的 斗气对他们的伤害 也是会相对而言地减少 可先前看那锁链 一缠上那红色灵魂体 便是犹如炽热遇到冰块一般 反应剧烈地有些令人咋舌 嗯 当初与他们接触 我倒 也是有过这种感觉 不过却没有机会深究 现在想来 他们的攻击方式 倒的确 与常人有些不同 我想 恐怕这也是为什么 灵魂体在他们手中 如婴儿般 没有多少反抗力的最终原因吧 要老陈阴道 不过现在 你也不用操着心 只要我少出现 他们短时间内 应该是找不到我们的位置 而你现在所需要的做的 便是尽量在他们发现我们时 把自己的实力提升起来 不然 先前那人 便是前车之剑啊 要老凝重地道 嗯 经过这黑风暴的一次偶遇 消炎也是感到 那紧迫感 更是强烈了许多 而且 那些家伙的诡异攻击方式 也是让得他有些担心 毕竟 未知的东西 才是最可怕的 不过 我们或许可以在黑影城停留一天时间 那里的拍卖会 应该会有你所需要的东西 而且黑角域的拍卖会 可不是加码帝国的那些可以相比 看看 倒是能开开眼界 不过 你身上的钱带够了吗 在黑角域 没有钱几乎是寸步难行啊 要老笑道 啊 似乎还有十几万金币吧 这些还是当初在乌坦城 销售疗伤药的分成呢 文言 硝烟一愣 道 十几万 要老有些无语 无奈的道 刚好能够 你在黑角域活下去 不过想要去拍卖什么东西 那就算了吧 尴尬地烧了烧头 硝烟苦笑道 实在不行 购买点药材炼制单药去拍卖吧 我可没听说过 炼药是会缺钱花的 也可以拍卖一点半生紫金元 或者那地火帘子 这东西放在黑角域 那也是能引起一些轰动的 到时候 恐怕会有无数修炼火属性功法的强者 会切而不舍地争夺的 要老笑道 怎么可能 那半生紫金元 可是吞天网最喜欢的食物 没有了的话 那小东西万一不听话了 我怎么办 地火帘子就那么食一颗 而且期间还被我吃了一颗 我自己都还嫌不够 还拿去拍卖 翻了翻白眼 硝烟嘟囔道 还是炼制单药拍卖吧 现在的我 好歹也是能够炼制出 四品单药的炼药师 我想 就算是 在这黑角域里 四品炼药师也不会跟大白菜一般 一抓一大把吧 硝烟撇嘴道 大白菜 也亏得你想得出 以你四品炼药师的身份 随便加入哪一方势力 都能被当成上兵对待 而且 待遇绝对不会比度王强者低 要老吃笑道 嘿嘿 那便好 窃笑了一声 硝烟听得车门外响起的脚步声 也就停止了与要老的交谈 闭眼垂目 犹如老僧入定 自从在经历过那一场黑风暴之后 多马的这支车队 便是没有再经历过什么麻烦 在第二天的中午时分 那单调的黑色平原边缘处 终于是开始出现了聪裕的绿色 而瞧得这些疏散的绿色 经验丰富的护卫 都是忍不住地松了一口气 只要出了这大平原 那么倒是要安全了许多 毕竟如今的这些城市 大多都是有着势力独霸 而只要交给这些势力足够的钱财 倒也不至于会落个货物 被劫 并且满队被屠杀的凄惨下场 杀鸡取卵的事 这些势力倒是不会蠢地去干 当然 事情也并无绝对 不然的话 这黑角域 也就和那最混乱区域的名头 有些不符了 马车内 硝烟掀开车帘 望着那徐徐出了黑色平原的伤队 也是略微松了一口气 哼 这次还好 没有遇见那些残暴的黑肥 我的货物 也总算是保住了 没什么人员伤亡 倒是能省很多赔偿金 多马肥胖的脸庞上 浮现许些如是重负的笑容 在黑玉大平原运输货物 几乎便是和把脑袋挂在裤腰上 没什么区别 一个运气不好 便是落个丧命下场 毕竟这黑角域 想挣钱可不容易啊 对了 耀岩先生 这是你的报酬 虽然和你大斗师的身价不符 多马从怀中掏出一袋金币 递给硝烟 苦笑道 没多马先生的带路 我恐怕就算再走十天 也难以走出黑玉大平原 这些钱 也足够了 硝烟并没交错地拒绝对方的报酬 取过金币颠了颠 看那份量 应该在五千金币左右 多谢耀岩先生啊 多马感谢地点了点头 旋即将怀中的那卷精细地图 也递了过去 低声道 我想 对于出镜黑角域的新人来说 这个东西才是最珍贵的 硝烟眼眸微眯 缓缓地点了点头 也没有推辞 呵呵 耀岩先生 我看你年龄也并不是很大 实力便是这般强横 想必修炼天赋极为不弱 不过行走在黑角域 万事都要留心点 最好不要让人轻易看出 你是新进来的新人 不然会惹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多马轻笑道 受叫了 车队在行出了黑域大平原后 便是逐渐减缓了一些速度 沿途在赶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山路后 终于是在下午时刻 翻过了一座山岭 而在那山岭之角 一座由漆黑巨石累积而成的庞大城市 若隐若现地现出了模糊轮廓 在那城市的四方城门处 还能隐约看见密密麻麻的小黑点 有如蚂蚁般 汇荣着涌进城市那巨张的黑暗大口中 哼哼 耀岩先生 这便是黑映城了 由于这两天的拍卖大会 因此 附近很多势力以及强者都会赶过来 毕竟每一年的拍卖大会 都会有着重磅奇物 据说 去年的拍卖大会压箱底之物 就是一卷地阶低级斗技 当时各方势力为了那东西 可是差点直接在拍卖场大打出手啊 最后若非是主办方后台强硬 恐怕就直接成闹剧了 站在马车上 多马望着山脚下的城市 笑着对一旁的硝烟道 地阶斗技 听得这等级 硝烟嘴角忍不住地抽了抽 果然不愧是大陆起跑流转的硝赃地 这种等级的斗技 在加马帝国中 基本没什么可能见到 走吧 多马手一挥 车队便是呼啸而下 沿途带起一缕黄尘 对着山脚下的那座庞大城市奔驰而去 希望不会让我失望吧 望着那在视线中逐渐放大的城市 硝烟低声喃喃道 心中略有些好奇与期盼 第385章 经济窘迫的硝烟 车队从山顶呼啸而下 十几分钟后 便是接近了那漆黑的城门 速度逐渐减缓 然后排在那人流之后 安静地等着队伍的进入 站在马车之前 硝烟抬头望着那黑漆漆的巨大城墙 目光扫了一眼 城门正中央黑映城 三个大字 视线缓缓下移 最后停在城门口的十几位 身着黑衣净装男子身上 他们似乎就犹如外界的守城兵一样 只不过这里 任何进入其中的人 都是必须向他们 交纳一大笔不菲的入城费用 要知道 这种入城费 若是放在加马帝国那种环境中 恐怕会直接引起暴动 而在这黑角域中 貌似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而已 给我滚开 少在大爷面前蹦打 就在硝烟正在打量这座 具有黑角域特殊风格的城市时 一道充满暴躁的骂声 忽然在他前方不远处响起 硝烟一过目光 原来是一个光头大汉 或许是因为有些等的不耐 一巴掌把他面前的 一位瘦弱男子拎了起来 啊 光头大汉的话语刚刚落下 那被他拎起来的瘦弱男子 便是猛地一转身 袖袍中飞快地画下一把匕首 匕首划起一道寒芒 狠狠地对着光头大汉喉咙刺了过去 不过好在后者反应敏捷 急忙脖子一退 匕首错位 刺在了其喉咙下方处半寸 顿时鲜血狂飙 一道凄厉的惨叫声 从光头大汉嘴中响起 一击中伤光头大汉后 那名瘦弱男子身体一摆 便是如同泥丘般 身体从衣服中缩了出去 然后一头便是滚进了一旁的树丛里 消失不见 杂种 大爷要撕了你 眼睛赤红地将匕首拔出 光头大汉失去理智的 也是一头冲进树丛 许久之后 一道与先前那凄厉喊叫相同的叫声 从树丛内传出 半晌时间 方才逐渐消散 站在车架上 消炎有些目瞪口呆地望着那处丛林 听那道最后的惨叫声 他知道 那个光头大汉 恐怕是性命难保 不过让得他有些错愕的 那光头大汉的实力 应该在二星斗尸左右 而那瘦弱男子 则只有斗者级别 两者间差距这般大 那瘦弱男子下毒手时 竟然也这般干脆利落 甚至没有丝毫迟疑 这般狠辣心机 简直让人咋舌 能够在黑角域中生存下来的人 果然都不是普通货色 对于这话 消炎现在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哼 耀炎先生 在黑角域 千万不要以貌 或者表面实力取人 因为每年黑角域中 因为这个原因而死去的人 尸体几乎是 能够将一座城市堆满 多马低声笑道 嗯 消炎微微点了点头 这亲眼所见的一幕 让得他彻底地明白了黑角域的规则 先前的两人厮杀 犹如一个小插曲般 仅仅是让得排队的众人 有些看了而已 却是并没有多少人 对此而发出什么感叹 队伍缓缓地前进着 在等了将近半个小时后 终于是轮到多马的车队 在车队到城门口时 他眼疾手快地 将一大袋金币递了过去 消炎眼尖 清楚地看见 在他递大袋金币时 手中还藏了一个小袋 那名脸色淡漠的黑衣男子 接过金币 随意地颠了颠 面色柔和了一点 也不说什么废话 手一挥 便是放了多马的伤队 进入城中 哼哼 耀炎先生 你接下来打算去哪 进入城中 多马将车队停下 笑着问道 我打算先在城内转转 对了 不知道黑衣城那里的药材最多 消炎跳下马车 抬头问道 药材吗 那自然是签药方了 只要你有足够的钱 便是能够在那里购买到 在外面根本难以瞧见的珍惜药材 多马笑道 嗯 多谢了 既然如此 那便先在这里告别吧 日后有机会再聊 对着多马拱了拱手 消炎也不等他说什么客气话 转身便是挤进了人流中 然后快速消失不见 哎 希望能真的再见吧 不过黑脚狱中每年死亡人数中 新人死亡率是最高的 特别是那些有实力的青年人 年轻气盛 不懂收敛锋芒 摆明的 一副短命像 不过这个小家伙 倒是要好许多 如果手段再很辣一些的话 只不定还真能在黑脚狱混出头来 望着消炎消失的背影 多马苦笑了一声 然后一挥手 将车队对着另外一条街道 开赴而去 顺着街道缓缓地行走着 消炎目光不断地 在街道两旁的商铺中扫过 不过最让的消炎有些无语的 还是这短短不到百米的街道 还未走完 他便是看见了 不下实起的斗殴 甚至抽刀血拼的事件 对于这种城市 几乎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 乱 避开街上的一些血拼 消炎转过两条街角 行走了将近二十多分钟后 扫动的目光 终于是停留在了 一站地颇广的店铺匾额上 在那淡红匾额上 写着千药方三个古朴大字 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心中嘀喃了一声 消炎放快了脚步 然后走进这间 气势不凡的药方 顿时 一股夹杂着上百种的药味 便是扑面而来 让得人忍不住 有种要打喷嚏的冲动 药方之内 面积极广 东西纵横面 都是摆放着整齐的水晶柜台 透明的柜台内 放着各种各样的药材 此时 在这些柜台前 正有着不少人停步而下 吵杂的交谈声 在其中不断徘徊 脚步缓缓渡向那些水晶柜台 消炎目光在其中扫过 眼中闪过一抹惊叉 正如多玛所说 这千药方里面的药材 的确在外界很难寻找到 真不知道 他们是在那里 弄来的这么大规模的稀奇药材 惊叹地摇了摇头 消炎视线 从药材下方标明的价格上扫过 又是忍不住的一阵错愕 一株高阶的木林三针花 在外界虽然稀罕 可也就顶多售价5万金币左右 可这里 却是足足提升了将近三倍之多 十七万一株 这些家伙 干脆直接去抢吧 消炎无语地摇了摇头 按照他现在的身家 貌似连这么一株木林三针花都买不起 苦笑了一声 消炎目光再度从水晶柜台上徐徐扫过 半晌之后 他站在了最后一个柜台处 面容有些麻木 在先前的查看中 他的确是将炼制一枚父子灵丹的 所有药材都是找到了 只不过经过他的计算 如果将那些药材全部买下来的话 至少需要87万左右 黑店啊黑店 如果还老在就好了 他身为米特尔家族的太上长老 拿出这些钱肯定是没问题的 嘴中滴滴地喃喃着 消炎忽然地有些窘迫 以前从未在意过这些金钱上的事 如今一进入黑角域 却竟然是为了钱苦恼了起来 老师 现在怎么办 无奈之下 消炎只得在心中苦笑着问道 嘿嘿 我早说过 在黑角域中 没有钱 那可是寸步难行 要老戏瀉得到 还能怎么办 你若是不想以物换物的话 那就先别打那傅子灵丹的主意了 把剩下的钱 拿来买两副炼制三文清灵丹的药材吧 然后再去拍卖场 把炼制出来的丹药拍卖掉 不然的话 那些药材也绝尽弄不到手的 唉 只能这样了 叹息了一声 消炎又开始掉头寻找 那炼制三文清灵丹的药材 不过还好 三文清灵丹只是属于四品丹药 所以 它所需要的药材 价格远远少于炼制傅子灵丹是所需要的 对了 差点忘记 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 虽然这是会让你本就不宽裕的经济 雪上加霜 药老幸灾乐祸的笑声 让得消炎有些不安 既然你想要打那陨落心炎的主意 那么便是得像当初吞噬清廉的心火一样 将所有准备工作都弄得完善 药老笑眯眯的道 吞噬清廉地心火 是靠着血连丹的保护 才让得你成功率大增 不过那陨落心炎 在一火榜排名第十四 可远远比排名第十九的清廉地心火强悍 所以 这一次你所做的准备还必须更加周全 嗯 竟然差点忘了这一茬 消炎一正 旋即恍然 上一次吞噬清廉的心火 若非是因为血连丹的锁住 他最后究竟能否成功 还是两说呢 那我们这一次 需要准备点什么 消炎忐忑地问道 六品丹药 地灵丹 至于材料倒是不多 四种而已 地心火汁 龙须冰火果 青木仙藤还有六阶水属性磨合一枚 淡淡的话语 却是让得消炎走动的脚步骤然僵硬 嘴角微微抽搐着 不提那三种 就是他连听都没听过的药材名字 光是最后一个 就是让得他有种气急败坏的冲动 六阶磨合 难道还让他去杀一头 能够与斗皇强者相匹敌的六阶超级魔兽 找死也不是这种办法吧 第386章 炼丹脱平 从千药方走出来 消炎仰头望着略有些阴沉的天空 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从现在起 他也正式成为赤平一族了呀 四伏炼制三文清零丹的药材 不仅将他身上的13万金币 全部消耗殆尽 而且 最后还是拿出了整整三瓶27粒回气丹 方才顺利地将那些药材 从一脸差异的服务员手中拿走 要清楚 按照市价 一枚回气丹 也能买到5000多金币一枚 而这27粒一起出售 就算除去了零头 那也是要十多万 穷得叮当响啊 希望不要炼杂了 不然的话 恐怕就真的 只能把半生紫金元拿来出售了 消炼苦笑了一声 虽然购买了四伏炼制三文清零丹的药材 可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甚至 如果四次中 有两次炼制成功了 那这一次 他的买卖也是能赚一笔 可问题是 他根本不敢肯定自己能保持这般高的成功率啊 当初在加码帝国的炼药师大会 若非是借着几分运气 恐怕他还真炼制不出来 那最高品级的三文清零丹 然而谁又能肯定 那种好运 将会一直办在身边 回头望了一眼那千药方的匾额 消炼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黑店后 方才拂袖行进街道 开始寻找着 能够提供他安静炼丹的地方 顺着街道缓缓行走了将近十几分钟 消炼住不在了一间旅馆之外 略微迟疑后 便是走进其中 安静的小房间内 消炼将先前购买所得的药材 一样样地摆放在桌面上 边掏边低声道 还好刚才多马给报酬时没拒绝 不然现在连住旅馆的钱都没了 这生活过得 泽泽真是够寒碜的 将药材尽数掏出来后 消炼便又是将一尊并算不得多 高级的药顶拿出 做完这一切拍了拍手 苦笑道 看来又得大战一番了 算了 全当是练个手术吧 手指轻弹 一缕青色火焰自指尖浮现 旋即被弹进药顶火口中 顿时 青色火苗化为熊熊火焰 在顶内生腾着燃烧了起来 望着生腾而起的青色火焰 消炼吸了一口气 将心中的猪般情绪压抑而下 然后修长手指 犹如拈花斋叶般 在桌面之上闪掠而过 一株株药材 划起弧线 被抛进药顶之内 顷刻间便是化为粉末 安静的房间中 青色火焰在药顶内 如精灵般跳动 火花倒映在墙壁上 张牙舞爪 颇有声势 药材一株株地 被投进药顶之中 种种色泽不同的药粉 缓缓汇合 然后在火焰的炙烤下 开始有着融合趋势 一个小时后 萧炎眼睛紧紧地盯着药顶中 眼睛略现雏形的丹药 手指抽空从那戒中 取出一枚紫色药丸 然后快速塞进嘴中 微微搅动 手中硬结骤然变动 只见到药顶内 青色火焰瞬间退散 而与此同时 嘴巴一张 紫色火焰喷涂而出 涌进药顶 碰 紫火刚刚进入药顶 萧炎脸庞便是微微一变 旋即一道细微闷声响起 一堆黑色灰烬 从药顶底部滑落了出来 七 失败 望着那黑色灰烬 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 丹药融合时 过分急躁 火焰转换时 心浮气躁 如此炼药 成功率不足十之二三 药老淡淡的声音 在心中响起 一针见血地 将萧炎先前炼制时 所犯的错误 给挑了出来 默默地点了点头 萧炎也没找什么解释的话语 安静地站在药顶前两分钟 深深地吸了口气 先前失败的情绪 瞬间被完全驱逐出脑袋 脸庞无喜无悲 手掌晃动 又是一缕青色火焰飙射 进入了药顶之内 心神宁静 漆黑的眸子中 跳动着青色火焰 萧炎修长手掌 在桌面之上缓缓移走 然后骤然一动 顿时 一株猪药材 再度被扫进药顶之内 便知 在安静的小房间中 继续悄然进行 在再次接近一个小时后 萧炎略微有些须眯的眼睛 骤然大睁 手中硬结犹如蝴蝶飞舞般 绚丽多彩 嘴巴猛的一张 紫火喷射射尽 轻火悄然消逝 药顶之内 一颗淡青色的圆润丹药 滴溜溜地在紫火上方旋转着 紫色与绿色的美丽丹纹 缓缓地浮现在丹药表面 呼 抹去额头上的冷汗 萧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他并没有再度冒险 加要老的古灵棱火也招出来 虽然若是成功的话 那便是能够让得清灵丹 真正地具备三文 从而大大提升其价值 不过此时的他 实在不敢肯定 那最后一次的曾文 能否类似在炼药师大会时 一举成功 此时的他 发家致富 也就靠着着二文的清灵丹 若是再一个不慎 将之搞坏了 那可真是有些令人无语了 二文清灵丹的价值 或许能够拍卖到40万左右 而三文清灵丹的话 则是能够达到60万左右的高价 这之间 可是将近翻了一倍哦 要老笑咪咪的声音 带着诱惑响起 40万也能将成本赚回来了 眼角跳了跳 萧炎强忍着诱惑 将丹药装进玉瓶中 盘腿在一旁的床榻上 休息了半个小时 然后再度起身 来至桌旁 开始继续炼制 整整一下午时间 萧炎都是缩在小房间中 炼制着剩余的药材 在当天色逐渐暗淡下来时 而在桌面上 两个小浴瓶中 各自装成着一枚浑原的淡清丹药 淡淡的药香 隐隐地渗透而出 让得人神清气爽 药顶之中 紫色火焰熊熊燃烧 最后一枚清灵丹 已经在紫火的温养中 出现了一道淡紫的纹路 四副药材 能够炼制出三枚二纹清灵丹 这般成功率 已经是高得有些令人炸舌 当然 这若非是有着经验丰富的 药老在从旁指导 再加上一伙的功效 恐怕硝烟炼药术 再如何有天赋 也是不可能达到 这种令人眼红的成功率 紫色火焰在七黑眸中 缓缓跳跃 硝烟的眼珠子 直直地盯着那枚 已经要逐渐完成 温养的清灵丹 轻舔了甜嘴唇 眼角下 瞥了一眼桌面上的 两枚二纹清灵丹 忽然间 七黑眸子 炽热了许些 嘿 就知道你最后 还是会耐不住性子的 打算炼制三纹清灵丹 似是清楚 硝烟在想些什么 要老的吃笑 在其心中想了起来 嘿嘿 反正已经炼制出了 两枚二纹清灵丹 就算这一枚失败了 也是赚了 人总得有些冒险性子不适 硝烟烈嘴一笑 手指倾弹漆黑戒指 顿时 一缕森白色的火苗 缓缓生腾而起 森白色火焰一出现 原本炽热的小房间 顿时温度下降了许多 硝烟脸色缓缓凝重 灵魂力量包裹着白色火焰 然后将之小心翼翼地 投入药顶之中 而其中的紫色火焰 也是在硝烟另外一股 灵魂力的驱使下 退出了药顶 悄然消散 白色火焰静 紫色火焰退 两者间对操作的把握 被精神力完全集中的硝烟 控制得丝毫不差 甚至是连药老 都是淡淡地发出了 一句轻恩之声 白色火焰进入药顶 在那骤降的温度下 那药顶竟然是 轻微地颤抖了几下 细小的裂纹 悄悄地蔓延 冷热交替 果然很损持久度 看来有时间 得搞一个好些的药顶了 不然以后炼药 总是会提心吊胆 眼角瞥了一眼 那细微的裂缝 消炎轻叹着摇了摇头 不过此时并未如何失色 在掌控着火焰的前提下 这药顶 还是能够支撑 它将丹药完全炼制完毕 药顶内 森白火焰如一条条细小的白蛇般 缭绕在丹药周围 一缕缕奇异的温度 隔着一段间隔 缓缓地渗透进入丹药之中 然后 一条细微的白色丹纹 开始在丹药表面逐渐蔓延 嗯 这次火焰的控制 比上次好了许多 瞧得那白色火焰的细微动作 要老点的点头 略有些赞赏得到 此时的消炎 脸色一片凝重 额头之上 冷汗不断低落而下 不管如何说 古灵冷火 都不是属于它的火焰 因此控制起来 极为耗神 以至于现在的它 根本不敢随意与要老答话 生怕注意力一分 火焰温度涨了一点 便是会使得这枚清灵丹 彻底报废 最后的温养 足足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 当瞧得淡青色丹药之上的白色丹纹 已经蔓延到了整整一圈之后 消炎这才松了一口气 心神一动 灵魂力包裹着森白火焰 迅速自火口出退出 手掌一招 火焰便是 再度缩回了漆黑戒指中 手掌翻动 一个玉瓶浮现 一枚翠绿丹药 自要顶内标示而出 最后悬浮在消炎面前 被它笑咪咪地装进玉瓶中 两枚两文清灵丹 一枚三文清灵丹 这就是我发家致富的底钱啊 抹去额头上的冷汗 消炎望着那三个玉瓶 丰富的收获 将它脑中充斥的疲惫 充得淡了许多 进入了黑角域中 它方才知道 原来自己竟然是这般的缺钱 炼制父子灵丹 需要一大笔钱 炼制那所谓的地灵丹 更是需要一笔不菲的资金 这重重债务加起来 直接是让的消炎有些头大 咔 将玉瓶收进那戒中 细微声响忽然在面前响起 消炎抬头一看 原来那要顶上的裂缝 已经逐渐扩大 最后终于是在一道清脆声响中 崩塌而下 化为一株的碎片 望着破碎的药顶 消炎有些无语 苦笑道 还有重新购买药顶的钱 现在 先动身去拍卖场吧 第387章 黑映拍卖场 站在人流汹涌的街道尽头 消炎抬头望着 那出现在面前的巨无霸拍卖场 嘴中忍不住地发出一道惊叹之声 当初在加玛帝国帝都 看见米特尔家族的拍卖总会时 还为其规模有些感到吃惊 而没想到 如今到了这黑映城 方才知晓 米特尔拍卖场 与这个名为黑映的拍卖场比起来 无疑是有些小屋见大屋 黑映拍卖场大门处 几十个脸色淡漠的黑衣 近装男子 腰间配着锋利武器 如鹰般锐利的目光 不断地再来回进去的人流之中扫过 从这些男子体内 隐隐渗透而出的气息来看 竟然有五人都是斗师级别 其他的 也是处在斗者巅峰的层次 随随便便拿出来守门的人 便是有着斗师级别 看来 这八扇门的实力 倒还真的是极为强横啊 至少 米特尔家族 是舍不得把斗师强者拿出来 当守门人用的 紧了紧包裹在身上的宽大黑袍 萧炎微微低头 斗篷的阴影 将脸庞完全遮掩 在黑角域这个混乱不堪的地方中 他并不认为 随意地将自己身形暴露 是件多么明智的决定 顺着人流 萧炎缓缓行进拍卖场 其中那庞大的空间 让得他再次有着瞬间的失神 旋即便是回复了过来 脚步度向大厅中央 在这个拍卖场之内 四周悬挂着巨大的屏幕 屏幕之上 滚动着无数种参加拍卖的物品 萧炎粗略地看了一眼 却是并没有发现太过稀奇的东西 想来那些奇物 应该都是被作为了压箱底 而为了保持神秘性 方才没有放出来的缘故吧 当然 一些实力不菲的势力 自然是 能够通过一些其他渠道 打听到那些压箱底宝物 目光扫过四周 最后停留在了一个健保室的门框上 萧炎略微迟疑了一下 便是缓步走了进去 脚步踏进这所谓的健保室 萧炎却是有些错愕的发现 在这个面积不小的室内 被整整齐齐地分割成了不下百个小密室 想必是 应该避免暴露宝物而设置的措施吧 萧炎刚刚走进这所健保室 便是有着 一名衣着火爆的侍女行上前来 娇滴滴的声音 透着一股妩媚 这位先生 您是来健保的 还是来做价格评估 以便拍卖的 后者 萧炎的声音 故意压制地略微有些嘶哑 请跟我来 侍女妩媚一笑 然后便是转身 水蛇般的腰肢 摇摆出极为诱人的弧度 看得久了 竟然是让的人 小腹有些冒着邪火 看来 这里的侍女 貌似 都是专门经历过 如何将自己的魅力 在男人眼中 极致放大的特殊调教吧 目光垂在斗篷阴影中 萧炎没有理会 那侍女的摇摆身姿 在黑角域这种 混乱不堪的地方中 就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 那也能让的人翻个大跟头 所以 萧炎不敢也不想 与这里的女人 有什么交集 跟在侍女身后 行走了将近几十米 然后前者 便是停在了一个小密室前 对着萧炎宫静弯身 笑道 先生 只要你将所需要拍卖的东西 交给里面的大师 评估与审核 然后便是能够按照 你所拍卖之物的珍贵与否 获得等级不同的拍卖会席位 微微点了点头 萧炎轻轻推开黑色的木门 然后行走而进 并且顺手将门反过而上 小密室中光线明亮 一个头发略有些发白的老头 正拿着锐利的目光 从萧炎身上扫尸而过 不过由于后者 几乎是完全掩藏在黑袍中 因此 他倒是难以看出什么来 请坐 随意地指着桌前的椅子 老头将一些检验拍卖品的器具 整理完毕 低着头淡淡地道 把你所需要拍卖的东西拿出来吧 萧炎保持着沉默 也不说话 手掌一晃 三个小玉萍出现在了桌面上 担药 听得玉萍碰着桌面的声音 老头略微一愣 抬起头来 目光停在三个小玉萍中 眼中闪过一抹诧异 戴起薄薄的透明手套 小心翼翼地取过一个小玉萍 然后把其中那枚淡青色的圆润丹药 倒在手心 放在鼻下嗅了嗅 扫尸的目光停留在了丹身上 那一青一子的丹纹之上 略微沉吟了一会 脸色脸色微微有些变化 惊讶得道 这是 二纹清灵丹 嗯 萧炎微微点了点头 声音依旧嘶哑 既然你也听过二纹清灵丹的名字 想必也该知道它的功效 帮我估算一下拍卖底价吧 我得先检验一下 老头摇了摇头 然后便是拿出那些稀奇古怪的器具 对着丹药上下摆弄 如此好伴赏之后 方才停止 抬头望向萧炎的目光 多了一抹奇异 若有深意的道 的确是二纹清灵丹 而且品质还颇高 就算是普通的四品炼药师 想必也很难弄出这种品质 按照黑角玉的估算方式 这枚二纹清灵丹 底价应该在三十万左右 拿出去拍卖 若是遇到财大气粗的势力较近 拍卖出五十几万 也不是什么难事 那再看看这个 萧炎微微点头 这个价格已经高于他的预算 当下将面前那瓶装成这三纹清灵丹的瓶子 推了过去 哦 略微一正 老头将瓶子拿去 然后把其中那犹如一颗翡翠般的圆润丹药 滚了出来 然而 当其目光扫到丹身上的三圈丹纹后 平淡的脸庞 终于是现出一抹凝重 二纹清灵丹与三纹清灵丹 虽然仅仅只差了一道纹身 不过他们的价值 却是犹如两重天一般 二纹清灵丹 虽然也有着帮助斗尸突破账壁进阶的功效 可却仅仅只能提升一星或者两星实力 并且反噬几率还颇大 而三纹清灵丹 一旦服用成功 不仅能够直接打破账壁 还能猛然飙升三星实力 当然 这是除开自己特意压制 实力暴升的前提 当初萧妍在服用三文清灵丹时 便是因为担心实力飙升得太快 而使得自己失去对身体的精确控制力 因此 便是将那些药力淤积在了体内 后面药力激活 却是再度让得他实力暴涨了一截 从此 便是能够看出 三文与二文之间的明显差距 而对于这点 这位食宝无数的老头 自然也是知道 因此 他方才脸色多了一分诧异与凝重 三文清灵丹 上下翻看着翡翠丹药 老头错愕地低声道 嗯 消炎淡淡地点了点头 好东西 老头扎了扎嘴 即使是见惯了宝物他 也是下了这么一个评论 迟疑了一下 道 这枚三文清灵丹 拍卖底价 或许可以设置在七十万金币左右 而经过近拍 我想 应该能在九十万左右成交 消炎默默点头 心中却是忍不住地长吐了一口气 这三枚清灵丹 加起来的价值 竟然便是快要接近两百万 这钱 来得的确很是恐怖 难怪炼药师 是一种从来不缺钱花的职业 这种一本万利的事情 简直是让得其他职业眼红 当然 消炎也清楚 这种一本万利 是建立在足够高的 成功率的前提下 毕竟 一些炼药师炼制丹药 有时候十次中 或许就仅仅 只会有一次成功 而这三文清灵丹的炼制材料 加起来便是接近六七万金币 到时候 就算十次成功一次 那恐怕也就刚刚够成本而已 毕竟 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的炼药师 都有着一个经验 极其丰富的药老协作 以及一伙这两个极大的助力 两枚二文清灵丹 一枚三文清灵丹 先生 你所拍卖物品的价值 已经达到了 我们黑映拍卖场的 二级贵宾等级 这是你的席位号 今天下午 拍卖会便是会正式开始 到时候 敬请对号入座 老头将丹药小心地放下 然后 从柜台中 取出一块 将之递给硝烟 点了点头 硝烟接过翡翠卡 道 现在我可以离去了吧 呵呵 先生请随意 将三枚清灵丹 谨慎地收好 老头笑着道 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缘故 他现在对硝烟的态度 倒是好了一些 闻言 硝烟也就不再废话 起身缓步行进门处 然后开门走了出去 望着那缓缓关闭的房门 再听的那逐渐远去的脚步声 老头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 扮上之后 低头望向那被装好的 三枚清灵丹 浑浊的老眼中 闪过一抹奇异神色 这个人 以前从未见过 而能够一次性的 便是拿出三枚清灵丹 想必 他应该 也是一名炼药师吧 而且 等级或许还不低 手掌拍在桌面上某处 密室的墙壁 忽然缓缓拉开一个漆黑的洞 老头拿起三枚清灵丹 转身走进洞中 滴滴的喃喃声 在密室内悄然徘徊 能够炼制出三文清灵丹 这种等级丹药的炼药师 在黑脚狱中 也是不多见啊 这种人 想必门主会感兴趣的 第388章 拍卖会开始 出了黑影拍卖场 萧炎便是一路径 直回了所住的旅馆 在小房间中休息了一段时间 直到那拍卖场开始的时间 快要到达后 方才退出修炼状态 精神抖擞地穿戴起宽大的黑袍 不急不缓地出了旅馆 再度对着拍卖场行去 当萧炎再次出现在拍卖场门口时 那近乎人山人海的人流 没想到这拍卖大会 竟然吸引了这么多人 果然不愧是黑脚狱中的盛事啊 试探着挤了下人流 萧炎便是略微有些无奈地退了回来 在这黑脚狱中可不比加码帝国 在这里插队 立马便是几十双拳头 狠狠地打了过来 毕竟 黑脚狱中的人 脾气可没有外界的人那般温顺 一言不合 抽刀子砍人 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退出惨叫声 叫个不停的人流 萧炎目光在四处扫了扫 旋即停在了拍卖场大门之外的另外一处通道 那里的通道与这边相比 几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 宽敞的通道地面上 铺着一道红色的地毯 周围几十名黑衣男子 脸色冷漠地住于此地 他们身上隐隐散发而出的暴虐阴森气息 将旁边的人流震慑地不敢挤过来 因此 竟然导致这边的通道 形成了一条真空地带 在消炎目光扫过去之时 刚好瞧见一群人影 步入那红色地毯通道 目光扫过这群人 最后停在了最中间的一位 脸色有些过分苍白 与英俊的青年人身上 从外表上看 他的年龄 似乎仅仅只在二十四五左右 不过从其体内 偶尔渗透出来一丝 令得空气产生细微波动的能量来看 其实力恐怕至少也在斗灵级别 这人实力挺不错呀 而且居然还这般年轻 看来这黑角狱中 果然是藏龙卧虎啊 略有些惊诧地望着 那脸色苍白的青年 硝烟心中喃喃道 嘿 看那边好像是写宗的人啊 果然是那群变态的家伙 中间那人应该便是写宗的少宗主范琳吧 嘿嘿 据说前不久巴扇门的一位长老的失踪 和他有些关系啊 全身血液干枯 完全是一副被人强行抽走的模样 这种事也就写宗的人会有兴趣了 只是没想到 他竟然还敢来巴扇门的老窝 他有什么不敢的 他老爹可是黑榜排名第五的强者 原因距离他也还差了好远距离呢 况且血宗势力也比巴扇门强 他们敢在这里动饭铃 不怕他老爹一怒之下 带人洗了黑硬城 听得那人流中传出来的窃窃私语声 硝烟心中方才略有些恍然 目光再度瞥了一眼 那脸色苍白的青年 将那个名叫血宗势力记在了心里 似是察觉到 某一道那略有些不同的注视 即将进入拍卖场的青年 忽然脚步一顿 微微偏头 冷漠的没有丝毫情感的 目光瞥了一眼不远处 那将全身都掩藏在黑袍中的硝烟 顿时眉头微微皱起 迟疑了一下 旋即眉宇间带着许蟹疑惑 进入了拍卖场 这黑角域果然没多少正常人 青年冷漠阴森的目光 让得硝烟 有种被黑暗中的吸血蝙蝠钉中的错觉 贪了贪手 心中苦笑的 在即那群血宗的人进入拍卖场 之后不久 紧接着又是接连几批人进入其中 而这些人 从周围那些窃窃私语来看 无一例外的 都是黑角域中的一方强横势力 这倒是让得硝烟有些大开眼界 望着那空荡而安静的地毯通道 硝烟再望了望这边那水泄不通的大门 忍不住的有些无语 妈的 不就是 有张破贵宾卡吗 杨七个屁啊 这狗日的巴扇门 见钱眼开 老子也好歹拍卖了五十多万的东西 也不见给一张 就在硝烟目光扫向那地毯通道时 一旁一位 也是被人留给挤了出来的干兽男子 他看了一眼那边的地毯通道 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 不过看其眼中 分明是极度之色多一些 贵宾卡 闻言 硝烟心中一动 也是想起 先前那些人在进入通道时 貌似都掏了一张卡片出来 绣袍中的手掌摸了摸那剑 一张翡翠卡片跳跃而出 硝烟记得在健保室 那老头便是说 这东西是二级贵宾卡吧 妈的 看什么看 找死啊 似是感觉到 全身包裹在黑袍中的硝烟 将目光投过来了一下 那甘兽男人顿时一脸凶象 恶狠狠地道 没有理会这个神经质的家伙 硝烟在他那错愕的目光中 静止走向地毯通道 七 这家伙 瞧得硝烟的举动 那明甘兽男子 顿时撇了撇嘴 先前他也瞧见了 被人流挤出来的硝烟 因此自然是不会认为 这个穿戴寒陈的家伙 竟然能够拥有 黑映拍卖场的贵宾卡 毕竟 那张卡 除了一些实力不弱的实力 有资格配备之外 便是需要在拍卖了 两百多万的物品后 方才能够勉强拿到 一张三级的贵宾卡 两百万 这个价格对于黑角域的 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及的 庞大数目 这一点 从硝烟替多马 护送了一路方 才拿到五千金币的报酬 便是能够瞧出 一个大斗狮尚且如此 更遑论其他人 这个世界上 钱也不是那么好赚地 不然的话 黑角域中的某些大斗狮 斗灵甚至斗王 也不会落魄到 去当杀手了 当然 这里自然是将炼药师这种 让人无比眼缠的职业 给踢了出去 毕竟 炼药师那苛刻的先天条件 便是限制了 将近百分之九十的人 对他的奢望 而也正因为以上种种 那干瘦男子 瞧得硝烟的举动 方才暗中有些讥讽 然而 他的讥讽并没有持续多久 脸庞上恶狠狠的表情 便是陷入了僵硬 因为硝烟 仅仅是在地毯通道 停留了半会时间 然后便是大摇大摆地 走上了那条 无比柔软的红地毯 妈的 有贵宾卡也来挤 有毛病啊 眼睛因为极度 而显得有些通红 特别是在硝烟 进入拍卖场时 回头对着这边望了一眼后 那干瘦男子 更是气得直抓头 他分明地感觉到了 那黑袍下的一对戏谑视线 进入通道 光线略有些昏暗 顺着走廊一直走到尽头 然后转个弯 顿时 一个巨无霸般的拍卖场地 出现在了硝烟视线之内 让得他清晰了一口凉气 这个拍卖场地 比以往硝烟所见过的 任何拍卖场都要庞大 那密密麻麻的座位 以及那几乎是 全部由璀璨水晶 而搭建起来的拍卖平台 更是让的人有些眼花 先生 请问您的席位好事 在硝烟略微有些愣神时 一名模样秀丽的侍女 快步走了过来 公声问道 硝烟没有回答 直接是将那张翡翠卡片 递了过去 而那位侍女 瞧得卡片的颜色后 眼中闪过一抹诧异 态度更是恭敬了许多 微微弯身 柔声道 先生是二级贵宾卡 请跟我来 说完 这位侍女便是赶忙前忙带路 而硝烟晃悠悠地紧随其后 侍女在巨大的场地内 穿梭了将近十分钟 最后在靠近水晶拍卖平台的地方 停了下来 指着一处席位 对着硝烟微微一笑 便是攻身而退 走进那宽敞 并且布满精致毛绒的软座椅 硝烟一屁股坐了下去 柔软地触绝 让得她几乎有种将身体 蜷缩进其中的冲动 回头望了一眼后方那些普通的椅子 不由地再度轻叹了一口气 这便是特权啊 由前而衍生出来的权 坐在椅中 硝烟眉头忽然一挑 抬起头来 目光扫向前方不远处的一排席位上 只见那里 先前在门口 见了一面的血宗少宗主范玲 正目光略 带着一抹奇异神情地望着自己 黑袍阴影下的眉头略微皱了皱 硝烟没有理会她 静止闭目 安静地等待着拍卖会的开始 少宗主 怎么了 脸色苍白的英俊青年 缓缓收回了目光 她的一旁 以为面容同样苍白的老者 低声问道 没什么 只是觉得那家伙有些奇怪 而且看上去 我竟然心中有种奇怪的 忌惮感觉 说到这里 范玲自己倒是吃笑着摇了摇头 哼 少宗主应该是察觉错了吧 虽然我们血宗的功法极其阴寒 天生对于一些极致火焰很是慰藉 不过那种级别的火焰 整个黑角域中 也是没几个人拥有 老者笑着道 或许吧 青年点了点头 那几个拥有那种火焰的人 在黑角域中 都是属于巅峰强者 而这个黑袍人 明显不再歧烈 当下也就不再胡思乱想 目光投向水晶平台 低声喃喃道 不知道那个消息是否属于真的 如果是的话 父亲说了 不管付出何种代价 都要将之得到手 嘿嘿 少宗主放心吧 宗主大人已经暗地有所准备 就算那东西落到了别人手中 那也绝对走不出黑映城实力之外 老者音声笑道 那感情好 嘴角勾起一抹阴冷弧度 青年也是逐渐闭幕 安静地等着拍卖会的开始 在梵林闭幕之时 距离他们这里不远的地方 好几处视力 都是各自暗中低语 若是能够听见他们间的谈话 却是会发现一个共同点 那便是谈话中 都是牵扯上了某一神秘东西 而那种东西 貌似便是这次拍卖会的最终之物 当硝烟在闭幕将近半个多小时后 一道清脆的中营声 缓缓在场地之内响起 听得这道中营 硝烟也是 退出了修炼状态 顿时 吵杂的声音 犹如魔鹰灌脑一般 席卷而来 让得他狠狠地甩了甩脑袋 方才保持下平静 抬头望着璀璨的水晶台上 此时 上面 一位类似拍卖师的白发老人 已经笑眯眯地助力齐上 终于要开始了啊 望着那几乎被挤得爆满的巨大场地 硝烟低声难难道 漆黑眸中 略有些期待 第389章 飞行斗技 雷浮天翼 清脆的中营 缓缓地在拍卖场之内响彻 而随着钟声的响起 场地中那喧闹至极的吵杂声 也是逐渐减弱 无数道目光 投向了水晶台上 满眼火热 哼 诸位 想必也是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既然如此 我也就不再说些冠面话来讨闲了 那位身着华服的白发老者 笑眯眯地望着 场地内黑压压的人头 最后隐晦的目光 扫过坐于前排的那些势力 嘹亮的声音 在场中回荡着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拍卖师 他清楚地知道 下面的那些人 想要看什么 以及不想看什么 所以 那开幕式的废话介绍 直接被他抛了去 不过诚然 老人这一手 的确是博得了满堂喝彩 至少是连那位阴寒如冰块的 血宗少宗主 都是微微点了点头 作为一年一度的拍卖大会 我想 我们八扇门所主持的这一次 定然也不会 让诸位失望 老人轻拍了拍手 朗声道 我宣布 黑影城拍卖会 现在开始 随着老人朗声落下 巨大的水晶台 豁然爆发起刺眼强光 好半赏后 强光渐消 水晶台上 白发老人面前的拍卖台处 一把通体蔚蓝的长剑 正在灯光的照耀下 反射出一股森寒光泽 看见身上所流转的能量痕迹 显然 这是一把经过明师 精心锻造的磨合武器 此剑名寒风 乃寒铁所著 堪称消铁如泥 并且其上被完美 镶嵌了一枚三品冰系磨合 若是修炼水属性 与冰属性之人 卧胎以来对敌 威力定然更上一层楼 神兵力气 可是外出的必带之物 诸位若是有兴趣 可不要吝惜囊中钱财哦 金钱固然可贵 可也得在有命享受的前提下不是 呵呵 老人手握蔚蓝长剑 剑身一阵 淡淡的寒气升腾而起 形成若有若无的淡淡白气 他转头望向拍卖场内 笑眯眯地道 底价十万 诸位请罢 磨合武器嘛 望着那把长剑 消炎喃喃了一声 却是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如今的他 已经喜欢上用玄重尺这种大开大合 攻击起来声势压人的武器 再让他改用细长飘逸的长剑 实在是有些不太习惯 因此 他并没有参加抢夺的意思 毕竟他也知道 真正的好东西 那可是在后面呢 当然 消炎虽然没有兴趣 可自然不代表别人没兴趣 对于斗者来说 一把衬手的武器 就如同炼药师手中的药顶一般 那是吃饭的家伙 因此 白发老者的话一落之后 拍卖场中 便是接连响起了不少竞价声 第一次的竞价 在持续了几分钟后 便是被一名瘦弱男子 满脸兴奋地 以15万金币成功拍卖 在第一次拍卖的顺利进行后 接下来那拍卖台之上 更是开始出现 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宝物 保甲 斗技 功法 药材等等 甚至有一次 消炎还有些愕然地望着 那被推上来的一位小美人 他年龄不大 看上去或许仅仅就在十二三岁间 可身材却是发育得令人咋舌 堪称标准的童言俱辱 一张小脸蛋上充满的胆怯 顿时将拍卖场中那些成天杀戮的男人 雄心欲望给激发了出来 一个个化身为狼 最后竟然搞出了将近十三万的高价 这让了台上的白发拍卖师 笑裂了嘴 消炎坐在柔软的椅上 淡淡地望着周围的那些丑态 微微闭目 等待着能够让他心动的东西 拍卖会的前期 并没有出现什么 太过引爆气氛的奇物 而且 那些竞价的人 也仅仅只是坐于后方的一些人 那前排的那些 拥有庞大钱财的强横势力 却是至今为止 没有出过一次手 丁 又是一道清脆铃声 从水晶台上传下 白发拍卖师满脸笑容地 从一位侍女手中 结过一个小银盘 银盘上 有着两个透明小玉瓶 玉瓶中 各自滚动着一枚蛋清丹药 这丹药一出场 便是吸引了不少目光 毕竟 在斗气大路上 丹药那可是 能够与功法 斗气相提并论的重量级需求之物 甚至 一些能够直接作用于提升实力的丹药 更是让得无数人趋之若鹜 呵呵 此丹名为清灵丹 想必也有不少人听过它的名头 能够帮助那些 在斗师巅峰久久徘徊的人 一举突破仗壁 并且 这清灵丹 还是属于二文级别 服用后 运气好的人 指不定还会猛标二星实力 白发拍卖师 指着瓶中丹药 笑营营的道 拍卖师话语刚刚落下 拍卖场中 便是掀起了一阵阵骚动 无数人眼睛滚烫的望向银盘中的玉瓶 这种能够助人打破阶级仗壁的丹药 即使是在黑角狱中 那也几乎是属于可遇不可求之物 斗师与大斗师间 虽然仅仅一字之差 可只有踏入后者 方才能够真正地 称得上在斗器修炼途中 进入登堂入室的级别 这是一种近乎质变的跨越 因此 无数人驻步于斗师巅峰层次 迟迟踏不出那一步 然而这些种种问题 一枚清灵丹 便是能够轻易解决 故此 此丹一出 就是那前排的一些大势力 也是略有几分兴趣 毕竟 一枚清灵丹 便是能够培养出一名大斗师 从长远来看 这笔买卖 挺划算的 毕竟虽然在黑角狱中 巅峰强者是主宰 可大斗师这一级别 则是许多势力的中流砥柱 能够多填几名 自然是最好 当然 既然诸位听过清灵丹的名头 那么想必 他的一些副作用 也是应该知晓 拍卖师笑了笑 眼中闪过一抹狡猾 他并没有将清灵丹的反噬效果 说得太清楚 仅仅是模糊带过 然后便是一挥手 拍卖底价 33万 34万 拍卖师的话语刚刚落下 后座之中 便是有人高声喊了出来 35万 对这二文清灵丹 有兴趣的人明显不少 因此仅仅不到一分钟 先前的竞拍价格 便是被抄了过去 消炎安静地坐在椅子中 食指交叉 听得那在耳边 不断响起的递增价格 那黑袍下的脸庞上 不由地浮现一抹淡淡笑容 清灵丹在黑角域中 所受到的欢迎程度 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按照这状况来看 父子灵丹的药材 至少是有足够的资金购买齐全了 喊价声 在拍卖场内 此起彼伏的接连响起 仅仅十分钟的时间 一枚清灵丹的价格 便是从35万 低升到了48万左右 而当价格到了这一步时 喊价声明显变得奚落了许多 毕竟 一枚48万 那么两枚 则是要将近百万了 这种价格 对于很多人来说 有些过于庞大了 55万 就在当价格停留在49万时 一道略微有些阴冷的懒洋洋声音 终于是在前排位置响起 听得这猛然飙了6万的价格 小炎微微抬头 略感惊诧的目光 停留在了那位血宗的少宗主身上 心中低难道 他也对清零丹感兴趣 血宗少宗主的喊价 立马让得喧闹的拍卖场 安静了许多 一些人原本打算 再度提价的人 面面相去了一眼 皆是不甘地坐了下来 虽然他们有些资金 可若是与血宗相比起来 却无疑是有些不自量力了 既然如此 干脆得放弃算了 56万 然而 就在硝烟以为 价格就将会止步于55万时 一道淡淡声音 却是忽然响起 目光顺着喊话一动 最后停留在了前排位置的 一位身着骷髅灰袍袍的 中年人身上 眉头一挑 心中难难道 黑枯木的人 黑枯木 也是黑角域中的一方不弱势力 据说所修炼的功法 也颇为诡异 而且 属性还偏向那种 有些罕见的黑暗属性 因此 虽然目中人数较少 可却无疑不是精英强者 平日与那血宗 倒是冲突不断 不过有着两边首领 压制着 所以还未真正地拼杀过 听得有人竞价 血宗少宗主 眼神顿时阴冷了许些 偏头斜偏了一眼 那满脸木然的中年人 冷笑了一声 道 58万 59万 中年人依然面无表情 不急不缓地喊道 满场目光 都是汇聚在这两人身上 前排的一些势力 也并没有插足而尽 只是饶有兴致地望着两人 究竟能把价格提到那里去 少宗主 一枚二文清零单 50万已经顶尖了 在家的话 则是有些亏了 而且我们 还得留下资金 做最后的争夺啊 四世桥的血宗少宗主 还想加价 其身旁的老者 赶忙低声道 60万 血宗少宗主眉头微皱 略微沉吟了一会 爆出了最后一个价格 他已打定主意 若是对方在跟价的话 则是放弃此次竞价 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 在血宗少宗主 喊出这价格后 那面无表情的中年人 却是没有再度开口 缩回椅子 木然的脸庞上 浮现一抹淡淡的讥讽 中年人的举动 嘴角勾起一抹阴森 轻声道 很好 如果这次父亲要动手 这个摩尔罕 让我来对付 我要他尝尝血液流尽的痛苦 范林少宗主出价 60万金币一枚 还有其他人要加价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两枚二文清零丹 便是属于他了 白发拍卖师 对于这个价格颇为满意 当下笑着问道 而在瞧得 没有得到什么答复之后 终于是将手中的 拍卖垂敲了下去 120万 不错的价格 这些冤大头 黑袍下的阴影 浮现一抹戏谑笑容 120万金币 便是即将要流进 硝烟那已经枯竭的钱包了 在将两枚清零丹 拍卖出去之后 后面的几种东西 便是再没有拍出多少高价 有几样 甚至仅仅只是 被提了一次价格 就被人成功拍走 这倒是让得台上的 拍卖师有些肉疼 这可关系他的业绩 与收入的呀 不过好在 这样的低潮 在持续了十几分钟后 终于是被陡然提升了起来 甚至是连硝烟 都因为这拍卖之物 而有些满脸错愕了起来 水晶台上 拍卖师小心翼翼地 将一卷由古玉 制造而成的卷轴捧起 对着场内满脸神秘 各位 接下来需要拍卖的东西 恐怕现在已经很少人见过了 这也是一种斗技 不过由于 制作方法的失落 如今已经极为罕见 听到拍卖师的这番介绍 硝烟心中 隐隐地察觉到了什么 飞行斗技 雷浮天翼 拍卖师手掌一抖 卷轴猛然下滑 旋即展露而出 顿时 一对缩小版本 并且看上去 透着几分森森鬼气的 漆黑色蝙蝠双翼 出现在了所有人视线之中 果然 愣愣地望着那精致的一对福翼 硝烟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在心中喃喃道 第三百九十章 雷浮天翼的争夺 以及残破地图 漆黑的蝙蝠双翼之中 隐隐透着许些担子的雷光 许些弧度 看上去 犹如有着实质形状的雷电一般 颇为悬翼 这所谓的雷浮天翼一出场 拍卖场中便是有些安静了下来 一些不太实惑之人 略微有些茫然 而那些听说过飞行斗技之名的 例如前方的血宗 黑枯木等势力 则是略有些骚动 显然 这所谓的雷浮天翼 让得他们心动了起来 毕竟 只要拥有了这个东西 那么便是能够像斗王强者那般 飞天而起 这简直就是杀人逃命的必备之物 这东西有趣 我喜欢 血宗少宗主 目光紧紧盯着那 犹如要从玉剪中脱离而出的诡异服役 低声喃喃道 少宗主 这飞行斗技价格 恐怕不会低于百万 如果在这般挥霍的话 那最后的东西 我们恐怕就真有些争不过来 听得范林的话 其旁脸色同样苍白的老者 不由得低声担心道 急什么 斜片了老者一眼 范林冷笑道 既然父亲早已有所准备 那么不管那东西被谁拍卖到手 那也会落到我们手中 那样的话 我们倒还能省去一大笔钱 可那样就不太保险了啊 而且万一泄露了消息 那就有些麻烦了啊 老者迟疑道 我自由主张 罗长老不必多虑 范林目光阴冷地 撇着不远处黑枯木的人群 嘴中淡淡地道 唉 瞧得所劝无用 那被称为罗长老的老者 也指得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摇了摇头 不再说话 水晶台上 白发拍卖尸口莫横飞的 将飞行斗技的功效 大致说了一遍 而那些原本还略有些茫然的人 在听见这东西 竟然能够让的人 不用进阶斗王强者 便是能够飞天时 眼神顿时就火热了起来 哼 想必诸位也知道 如今飞行斗技的罕见 所以 经过我们的协商 这卷雷浮天意 若是按照等级来排的话 应该能够算作 是玄阶低级的飞行斗技 因此 他的拍卖底价 定在了一百万 现在 拍卖开始 白发拍卖师笑眯眯的道 嗯 竟然如此贵 听得那百万高价 硝烟摇了摇头 他也能感应到 这个价格出来后 场地内的那些炽热目光 立马减少了许多 哼 的确贵了点 不过飞行斗技值这个价 而这也是当初 为什么你在山洞中 得到那紫云一时 连我都会说你好运了 至少 在那加玛帝国中 你恐怕是唯一一个 拥有飞行斗技的人 要老的笑声 在硝烟心中忽然响起 嘿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 除了紫云一之外的 飞行斗技呢 老师 这雷浮天翼 与我的紫云一比较起来 谁的速度更快 硝烟笑了笑 在心中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那紫云一是玄阶中极 而这是玄阶低级 自然是你的要快上一些 不过这雷浮天翼 因为其制作材料雷浮的缘故 若是在雷雨天气中 速度能提升到极致 可其他天气 则是只能算作一般了 要老笑道 了然地点了点头 硝烟将目光收回 他如今已有紫云一 这雷浮天翼 虽然也是很不错 可却还没有到 让得他极为心动的地步 不过他是没太过心动 可别人却是不一样了 在白发拍卖 施化音刚刚落下后 血宗少宗主范林 便是缓缓站起身来 因冷目光环顾四周 若凡是与其 目光接触之人 都是不由自主地 将视线闪了开去 唯有那些同样 有着不弱势力支持的强者 方才如若未曾察觉一般 130万 收回目光 范林冷声 爆出了一个 让得拍卖场内 响起一阵哗然的价格 一下子直接提升30万 看来这个家伙 是想向所有人宣明一件事 这飞行斗技 本少爷要定了 在这个价格之下 拍卖场中略微安静了一会 一道妩媚入股的哥哥笑声 便是响起 范林少宗主 还真是大手笔 不过这雷浮天翼 我们天蛇浮 也是挺感兴趣 所以真是抱歉了 140万 听得这道妩媚声音 那范林苍白的脸色 不由得微变 眼神威宁地望向 在拍卖场另外一处 那里 几位身材火爆 修长的身子 蜷缩在毛茸茸的椅子之中 柔软的腰肢 宛如水蛇一般诱人 嘿嘿 原来是天蛇府的青长老啊 没想到这次的拍卖会 你们竟然也是参加了 范林皮笑若不笑的道 没办法啊 有些东西是瞒不住的 你说是吧 少宗主 那位被称为青长老的 妩媚女人笑盈盈的道 那妖娆的身段 让得拍卖场中不少男子 心中有股血火在窜腾 这如蛇般柔软的身子 若是摁倒在身下 那红润小嘴吐出来的婉转身影 将会是让的人何等的疯狂 天蛇府 听得这个名头 硝烟不由得一愣 嘿嘿 小家伙 你当初还和天蛇府的人交过手呢 难道忘记了 要老笑着道 交过手 闻言 硝烟一正 玄疾似是想起了什么 黑袍下的脸色大变 是那神秘女人和八异黑蛇皇 嗯 她们便是属于天蛇府的人 清灵 就是在她们手中 硝烟脸色略微有些阴沉 哼哼 不用太过担心那个小女孩 她在天蛇府的生活 其实比在任何地方都好 她的那奇异眼瞳 会让那天蛇府极力培养她的 说不定日后再见时 你会为她的实力而感到惊讶的 要老安慰道 希望吧 不过日后如果有机会 我会去找找她 若是的确真如老师所说 那也就罢了 可若天蛇府和那墨家 一般变态取人眼目 那断然不能让她留在那种地方 硝烟在心中沉生道 对于那个绅士凄惨的小女孩 她心中的确是有些疼惜 而且人是在她手中被劫走 因此她也是有点愧疑 嗯 要老硬了一声 玄疾便是再度陷入了安静 在要老与硝烟谈话之间 拍卖场中的争夺 已经开始让的人心惊肉跳了起来 在范林与那位亲长老进驾时 其他的势力也是偶尔煽风点火地插了两脚 因此 短短一会时间 那底价为一百万的雷浮天翼 便是涨到了一百七十多万 并且看这副态势 竟然还是难分难解的厮杀状态 一百九十万 深吸了一口气 范林苍白的脸庞上浮现一抹病态红润 因此那目光盯着那妩媚动人的亲长老 范林少宗主还真是阔绰 一百九十万 希望你最后还能有足够的资金吧 在范林最后的提价中 那亲长老脸色也是略微有些变化 他们此次的目的并不是那飞行斗技 此时过多浪费资金 明显是有些不治 所以当下他也只得放弃继续争夺 耸了耸肩 撇嘴道 哼 冷笑了一声 范林转头将目光投向水晶台上 对着那有些发愣的拍卖师冷喝道 还发什么呆 啊 少宗主怒 被惊醒了过来 白发拍卖师急忙笑道 在对着场中按规矩询问了三声之后 手中拍卖锤终于重重地敲了下去 而随着那拍卖锤的落下 这一卷飞行斗技 则是彻底地落在了范林手中 嘖嘖 不愧是大势力啊 下手就是了不得 一百九十万 这般巨额 可是我消加好几年时间的利润收入了 望着那缓缓坐下来的范林 萧妍忍不住扎了扎嘴 低声笑道 在纪雷夫天翼这个 从开始到现在最大的高潮拍卖完毕之后 后面的拍卖 便又是进入了一段低潮 那些拍卖的物品 可与先前的那般大数目比较起来 无疑是在难以让人产生什么惊讶心理 背靠着椅子 硝烟手指轻轻地敲打着膝盖 偶尔间眼角余光会扫过 远处那些天蛇府的人 黑袍下的脸庞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哼 接下来拍卖的东西 倒是略微有些奇怪 因为连我们也没有搞清楚 这究竟是有何作用 不过经过我们拍卖会的重重分辨 这倒是像某种未知的藏宝图一般 白发拍卖湿弯身取出一个银盘 然后小心翼翼地掀开银盘上的颈部 顿时 一张残破不堪的古老布片 便是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内 嘘 瞧得那残破布片 拍卖场内在寂静了一会后 顿时发出满场嘘声 听到那些不屑的嘘声 白发拍卖湿脸上的笑容 也是有些善善 经过他们的研究 这张古老布片应该是一份地图 这从上面的路线标志便是能够认出 不过除此之外 他们也是没有多少收获 除了 眼角撇了一下那张古老布片 拍卖湿双纸将它捏了起来 横展在所有人视线中 指着边缘处那仅仅只有一半的某种图案 笑道 如果所料不差 这张地图应该是很有一段年头 虽然并不清楚它隐藏了什么 可上古之物总不是普通货吧 人总是要赌博一番 如果谁得到完整地图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其中所隐藏的东西 会轰动整个大陆呢 且 对于他的这番话 大多数人都是嗤之以鼻 当然 也并非所有人都是这般 至少 此时的消炎 眼睛已经猛然间瞪直了起来 目光带着许些颤抖地 盯着那张残破地图边缘上的半边图案 消炎心中深吸了一口凉气 努力地将翻涌的念头压制而下 这种类似的残破地图 他的那戒中有着两份 而那仅仅只有半边的图案 也并非是什么纹路 而是那在一伙榜排行第三的静连妖火 静连妖火 连妖老都从未见过的恐怖一伙 据说 在这种妖火之下 即使是斗宗乃至斗尊强者 消炎甚至在想 焚绝能否直接进化成传说中的天阶功法 当然 消炎也不知道这个答案 他现在唯一所能知道的 便是 得到那张残破图片 不惜一切代价